何其自信本來清靜 何其自信本不動搖 何其自信能生萬法 一物側物 一物永物 所以 不要認為那些東西很龐大 沒有 唯一真如而已 那些都是假的 只有真如是真實的 只有一個真如 萬法皆如所以叫如來 這世間只有一個東西來了 就是如來 就是如來 如就是道 就是理天 就是理性 就是天命 儒家講的天命 世間只有這個東西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象 都是幻想 但是呢 你要能夠轉 要轉念 你心如果在六根門頭 你就永遠落在這個花花世界 所以要從六根收回來 求其放行 要收到這個玄關一窍 這要轉出 所以六祖慧能啊 他寫這個就是有他的背景在 他提到這個 落於轉出不留情 這個轉出很重要 法輪要轉啊 我們 我們那個法輪就是逆轉啊 逆時鐘方向轉就變成魔輪啊 現在要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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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時鐘方向轉 五行相生 本來是五行相克啊 變成貪稱吃慢儀 五行相生變成什麼 仁義理智性 這才是本性 貪稱吃慢儀呢 就是 就是這個五行相克 所以要找到這個轉出 我們傳到末後一早 傳的就是這個轉出 金木水火土 眼耳鼻舌 是不是 東西南北 眼睛啊 是代表什麼 木 金木水火土的木 通肝 耳朵是代表什麼 水 通腎 嘴巴呢 是代表 火 通心 心火 所以你心火上升 時候會看 舌頭會發刺 鼻子當通肺 代表金 就叫金木水火 中間是土 玄關翹 中間是土 所以這叫中翹 轉出就在這個地方 剛才後學講啊 你六根啊 通通都有慾望 只有玄關翹是沒有慾望的 玄關翹是博二之心 這個翹有沒有慾望 沒有慾望 這個翹可以讓你離向離念 你落在六根都是直向的 都是妄念 都是妄念大作的 慾望一大堆 回歸到玄關翹 這要轉出 所以五八六七果音轉 今天要轉回來呢 這些果啊 是由這個音啊 一層一層下來的 所以今天要轉回來 轉世成治 就是要找到這個轉出 但是他沒有講轉出在哪裡 為什麼 這是密授的 從上以來莫傳吩咐 所以吳祖宏仁大師 三經授法不令人知 驾沙之為 把這個轉出給他點出來 這個他沒有講到 他只有講驾沙之為啊 密覆本性啊 這個如人饮水能暖自知 我們道清就知道 然後再為他講金剛經 自因無所助而生其心 言下大悟 一切萬法不離自信 無所助而生其心 我們的心啊都是有所助的嘛對不對 眼睛助於色 耳朵助於聲音 鼻子助於香臭 嘴巴助於酸甜苦辣 身體也有慾望 身體的慾望主要都來自於什麼 男歡女愛 男女的接觸 異根也有慾望 整天在思考什麼 成敗得失 利害得失 這異根的慾望 追求成就 這就是異根的慾望 那我們的心呢 落在六根 一定有所助的嘛 那除了六根沒地方去啊 是不是 後學在佛教這麼多年 都是在六根上面下功夫啊 只是有告訴自己 不該看就不要看 不該聽就不要聽 但是那種 你心只要在眼睛在耳朵 你就會想看嘛 你只能壓抑自己 不要去看嘛 不要去聽嘛 這叫做巨石壓草嘛 用大石頭把草壓住啦 壓不死他的 那天控制不住失控了 年紀大了 老還癲了 他又跑出來了 生病了 他又跑出來了 人家又老又病的時候 什麼毛病都跑出來了 所以說呢 無所助 就是你不住六根 不住六層 不住六根 不住六層 怎麼辦呢 心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 你手旋可以讓你不住六根 不住六層 無所助而生其心 或者說你修到什麼 先修後悟啊 修到已經真正不住六根 不住六層 你會發現自然回歸玄關 自自而然回來了 好像手啊 沒有亂動的時候 他也不會不見了 心不會不見了 手不會不見了 他會自然下垂一樣 心也是一樣啊 他沒有到處攀緣的時候 他就會自然回到玄關 通天俏 所以為什麼所有的佛 都有一個圓光嘛 有沒有 這圓光的中心點就是玄關 對不對 都有圓光 這叫圓明普照 又有圓光 從這邊 從這邊放出來 圓光普照 這個地方就叫轉觸 這要轉觸 所以修到要從轉觸下手 叫做中日煉神光 就在這個地方轉 那我們道清呢 有意無意都在這裡轉 道清修行的過程啊 由外而內 都是先從什麼 當然求道 找到轉觸了 明示一指 就開始轉世成智了 開始轉了 光是求過道的人 他對於真理 越來越有興趣 他對於肉食啊 就越來越沒興趣了 對於素食的興趣會提升 這就是他已經開始轉世成智了 但是他要接近道場 道場都是先佛菩薩 所以他一接近以後呢 整個道場都在成就什麼 幕後一早 所以你進入道場 重點不在你聽什麼課啊 你做什麼事 你有用心去體會 像後學的哥哥根基就不錯 他說他一到佛堂啊 玄關就花麻 可是他不喜歡這個感覺 他就是有那種感受 玄關就花麻 就是整個佛堂的力量 就是要讓你先回到玄關的 回到這個中日煉神光 所以我們道清 只要常常回到佛堂啊 那個心自然就會回光返照 不自覺的回光返照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麼 現相叩守 現相叩守 就更加的回光返照 更凝聚 更收回來 像後學那邊有一位道清 那葉障發動啊 那個葉要怎麼消 然後乳癌 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末期了 乳癌初期很好吃啊 到末期 因為乳癌會直接到淋巴線 立刻擴散到全身 後來他就怎麼樣 趕快清口如素 色佛堂 然後心很亂啊 怎麼辦呢 每天燒香的時候 拿那個香點著以後 對著玄關 對著玄關 因為心才收得回來 靠近那個熱度嘛 對了好久 心整個收回來再開始現相 這都傳給你們了 就這樣現相 不到經過一兩個月的樣子 他的那個乳癌好了沒有 越長越大 最後爆破了 流濃流了兩三個禮拜 流濃流血爆破了 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那個腫瘤破掉了 然後現在完全好 再去檢查 完全沒有癌細胞 他不只是轉世層次 他轉業了 他把那種業力給轉掉了 對不對 那個從上輩子帶來那個業力 會得一個末期癌症 他有那個業力在 他把它轉掉 所以找到轉觸了 找到轉觸 但是呢 若於轉觸不留情 但是連這個轉觸都不能執著 我執著玄關 不留情質啊 這個情就是情質 我們最後會執著這個地方 執著玄關 這就沒有妙觀察制 沒有體會到 最後連這個都要捨 這就是所謂的 《道德經》裡面講的 這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我們就得 所謂 《道德》 《道德》裡面講 《德》 《德》就是《德》 《德》就是《德》 《德》 《德》 《德》什麼 《德》一叫做《德》 《德》二呢就不是《德》了 就是《德》是是非的《德》 《德》一不值 《德》到《一》但是不執著 這個叫做轉述不留情 為什麼不執著呢 玄關沒辦法執著 你真正在這裡 終日練神光 練到一個程度以後 就發現玄關是不惡法門 玄關無所不在 天地遼闊 放之弥漫六合 卷之退場於密 玄關不是光在這個地方 心一到玄關以後 心無所不在 不是光守在玄關 心一到玄關以後 他就无所 好像眼睛露了眼眶以后 就无所不见一样 虽然眼睛在这里 但他无所不见 心在玄关的同时 也就在一切处 这个叫什么 白尺甘头更近一步 白尺甘头 我们求道就已经到了 白尺甘头了 爬到最高点 孤峰顶上 爬到最高点 高高山顶立 但是白尺甘头还要离开 还要更上一步 白尺甘头更上一步 都掉下来了 粉身碎骨 不是 更上一步以后 十方世界现全身 才发现 心到玄关的时候 就是同时在一切处 法身现前 十方世界现全身 所以说 繁星永楚纳且定 繁荣兴盛 兴办佛事 整个花花世界 就变成什么 变成无极理天 变成极乐世界 化梭婆土为莲花邦 而且永远处在 纳且定 纳且定叫做什么 龙三昧 好像龙一样 即然不动 但是星云作雨 甘林普将 普度众生 但是你的心是 如如不动的 是要繁星永楚 纳且定 所以千言万语 最后归于 玄关一窍 玄关一窍 最后你要去体悟到 玄关一窍 就是天地万物 玄关一窍 就是无极理天 玄关一窍 是不恶法门 它不是一个地方而已 你要守旋 走到这里的时候 怎么样呢 守而不守 不守而守 处处是玄关 玄关是处处 这个叫做 转处不留情 这时候你才会体会到 原来末后一窍 就是一切 叫做一级一切 一切一切 玄关这一窍 原来就是一切 弥漫六合 不只是光 退藏于密 不是光是一个 密不可宣的密处而已 这个密处包天果地 无所不包 这时候你心 不管在哪里 都在玄关 六根清静 六尘清静 哪里都是玄关 哪里都是无极理天 所以花花世界 娑婆世界就变成什么 庄严净土 这时候才会体会到什么 西天虽远 秦克道 魂寒 长生不老天 处处都是长生不老天 这个是 谭经讲的这个 转世层次的一个 美感 最重要是要找到这个转处 然后在这个转处 细参 所以说我们的 我们的老师啊 就有讲过 我们技工老师就有讲过 若欲悟道真权 指向玄关细参 我说我们的老师就有个人 如果有没有人 在这种转处 但是我们的老师就有点 对我们的老师就有点 然后我们的老师就有点 我们的老师就有点 要想要覺悟這個大道的真理 只向全關細參 不用讀經月典 就向全關細參 參到最後不及不離 這時候就契合了 不及全關 不是在守旋 也不是離開全關 不守而守 其實 有很多大德者 他們根本心就沒有住在六根六層 不自覺的都在守旋 注意啊 這個不自覺很重要 叫不守而守 這就是所謂的不及不離 我沒有守 但是我也沒有離開 不及不離 這才叫做契合 這才叫做什麼 轉入不留情 然後就可以 情安自在 不住不染 無所住 對在這個世間行走 無所住 也不會污染 荒蕪啊 可以開荒下種嘛 荒蕪之地就開始環濃興盛起來了 好像龍啊 走到哪裡就開始下雨啊 那這個沙漠啊 荒漠就開出什麼 開出綠洲出來了 好 最後我們再幾分鐘做一個總結 尼勒祖祖師啊 祂的修行 祂的修行 是從維新士官進入的 祂的器物呢 是從維新士定下手的 祂因為看到萬法維新 所以祂知道 所以祂知道這種求名求利啊 是毫無意義的 但是呢 習性所知 祂還是有那種求名之心 所以祂要入於維新士定 這個維新士定呢 就是我們的玄關廟處 這要轉處 轉世層次的處所 在這裡轉世層次 然後過程呢 先求道 開始法輪開始轉 那你要讓祂轉得快一點啊 好像吃藥啊 你病得很重啊 藥量要服的構材 請教火候啊 藥量要倒足了 病才會消 病才會 病才會治癒 還會療癒 所以後學所觀察 這這麼多年來觀察道心啊 你叫祂直接 在玄關上面下功夫啊 求道以後就中日練神光的 有沒有 有 很少 大部分都是由外而內的 先接近道場 現象叩守 專心的現象叩守 然後呢 修持三寶 常常念念不離自信 常常提醒自己不要離開本性 最後呢 守而不守 不守而守 然後就可以 魂喊長生不老天 你就會發現 哇 生來死去 所以愚夫適得還鄉道啊 生來死去 現當前 還鄉之道在哪裡 就在這裡 不走一步 生來死去啊 生來死去啊 根本沒有離開 你以為自己生死輪迴啊 生死輪迴啊 生死輪迴都沒有離開這裡 大道就在眼前 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還鄉之道 不至於還要走很遠的路啊 無極理天就在這裡 你已經 站在無極理天了 還鄉之道就在腳下 生死輪迴都是假的 只有無極理天才是真的 這時候才算是什麼 轉世成功 轉世成治成功了 好 時間也到了喔 後續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一 在 來 感謝大德國兩師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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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示 轉世成治 感謝